真正的无线电波干扰器的话 把它击落是直接让它就降落在我们的地盘 让它掉下来 文娟哥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那么事实上呢 伊朗曾经发展之后 现在有所谓的攻击自杀无人机 包括俄罗斯这次大量跟它购买 老共也跟伊朗购买这个攻击自杀无人机 回去拆了以后 逆向最终 那你知不知道这些无人机 本来原型是哪来的 是美国啊 因为美国的无人机 那么军事无人机 就是因为伊朗的科学家 直接把他们的无人机 在返航的时候骗下来 骗下来以后拆掉 重新逆向 然后逆向最终回去了以后 这边改这边改这边弄 弄了一个外形 肌肤跟美军的无人机 80%类似的无人机 这样来的 他们是偷来的 你知道吗 所以事实上我们应该要 用大量的在这个所谓的 无人机我们要发展 但是防无人机设备 我们也要具备 为什么 因为你不要忘记 这是未来战争的一个趋势 战争不是永远都是飞弹 永远都是卫星 不是的 就在你的天空这么小的一个无人机 现在的无人机小到比我的手掌还小 你用看的你根本看不到 所以你用干扰的一方式 各位无人机它虽然非常的好用 虽然可以侦查 虽然可以 但它有个致命的一个缺点 它必须靠无线电来操纵 我本身玩无线电玩三十几年 各式各样的无线电 你只要能够 我们每一次在参加 这个所谓的双十国庆 在总统府前面的话 你可以发现 如果总统府的部分 安全的部分 可以在博外特区的部分 把你的手机全部都盖掉 你有讯号但打不出去 为什么 因为手机全部被无线电屏障 被遮蔽 那么我们台湾的协车集团 用了GBS的遮蔽器 也是同样的道理 把这些全部都遮断 那所以呢 我们这次花了好几十 它这次不是呛名的 直接呛名的 挑衅说 那么台湾花了几十亿 去搞这些什么 兵营的这些无线电的 这个设备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我们就让它看看 有用没有用 所以包括中科院 包括我们的无人机的 这个国家 这个相关的这个发展队 你要知道 锅跟钝的意思 无坚不吹 无坚不打 这就是你要发展无人机队 但是你也要发展 可以攻击他们的 无人机队的相关仪器 余将军 因为刚刚我们也谈到 他在这个兵役改革部分 另外在无人机部分 因为无人机在这次 俄乌战争当中 战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台湾在无人机的 组建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有 顾力雄琢琢磨的地方 我要跟大家讲 国防二法以后 整个国防部的 在部长下面有三大支柱 军政军令跟军备 那么国防部长 统合的三个 这三个人 大家觉得是不是副部长 其实不止 还包含了参谋总长 那么如果说 今天这个国防部长 是一个退休的上将 已经离开了 这个作战指挥 或者是军职 已经两年三年 甚至五年了 突然间回来 要接国防部部长 那以军人想法说 只有军人才懂军人 才管得动军人 这是过去的 过去的想法 因为你已经脱开第一线 三到五年了 其实三到五年 很长 三年前 五年前 我们整个对于 对岸的政策 对美国的方式 对于日本 对于菲律宾 完全不一样 你突然间一个 纵然他是上将 军人退下来的人 三年后 五年后 他再来接国防部长 会接不上 而顾立雄 从来没脱节过 他这几年 重大的变革 他是国安会的秘书长 全程参与 而且他是总统在于国防安全 国家安全等 一个所谓的最重要的幕僚长 所以说他不会不懂国防 他也不会不懂国家安全 甚至有关于外交的部分 他也要涉略很多的 一个参考资料 所以如果让一个 当过国安会秘书长的人 来接国防部长 顾立雄 说句实话 对他来讲 只是把他的广涉略变成专精 衔接上比较没问题 没有见系 例如说现在国防部 最大的几个建军政策 第一个国建国造 潜建国造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小型的飞弹护卫艇 要持续造 塔江舰不能停 然后空军的F-16V 相关的中程远程的 天舰计划不能停 另外就是国土防御作战不能停 我觉得这些计划里面 还有一个是从来没有人碰过的 无人机国家 没有人碰过 没有人碰过 在乌克兰战争之前 中科院推了20年的无人机 没人重视 没人重视 在乌克兰战争之后呢 大家对无人机 原来无人机不是一个飞行遥控的玩具 它是一个可以主导协助 甚至改变坐在形态的一个武器 对无人机变得非常的有用 非常重要 所以无人机国家队 如果今天未来的国防部长 他并没有那么重视 在国防预算跟国防研发 还有国防装备的发展上把这一环给弱掉了 那前面都白做了 对 前面都白做了 我一直在讲 中科院推了20年 没有人重视 没有人重视 而且无人机是可大可小 对对对 大有大的公用 小有小的 陆军说 那个我们没有用 我买战车好了 空军说 我那么会飞 我要无人干什么 海军说我在海上不需要 乌克兰战争之后发现 陆海空都要 对 那大中小不同的形态 远程的 进阶资源的 像蜜蜂一样大的 这都叫无人机 所以说无人机国家队不能停 那顾力熊全程了解 是 他对于整个国际情势 两岸 乌克兰战争 甚至有关于 以色列方面的战争 这方面他都非常了解 未来要如何建军 他所看的是 整个印太战略台湾的角色 而不是看 台海两岸国军的角色 对 所以这个格局就会大 那余将军因为特别注意到 因为无人机 其实现在对岸中国 也在使用 那这两天 因为其实这个中国的空拍机 都跑到我们的二丹岛 那昨天更夸张 二度侵扰 然后二丹岛 以及这个蒙虎雨 这回是金防部 守卫硬起来 发射信号弹射警 在用干扰枪反制 是说让他飞回去 是不是 但就我们一般民众的想法 可能觉得 他既然飞过来 应该打下来才对 太客气 我为什么讲 这就是军人部长 跟文人部长 不一样的地方 军人部长很多顾虑 我这几天就讲说 中国的无人机 不管是民用还是军用 军用来更严重 民用来就把他迫降 就让他迫降 他说迫降会不会造成两岸的纠纷 无人机纠纷是什么 对岸飞过来一张纸 你会造成两岸纠纷吗 对 无人机过来 按照我们国军在春节的战备演练 他先拿了这把无人机干扰枪 他有什么功能 大家猜猜看 他对他瞄准锁定之后 他不是飞回去 他就失去讯号 自己就降落了 掉下来 自己降落 我们在高雄的战备 春节的战备巡演 就看过这种状况 我锁定你之后 这个无人机就失去控制 他就慢慢的缓缓的降落到这边 你就可以掳获他 掳获他 把他里面做解析出来 他到底拍了什么 你不能让他回去 不能让他回去 你怎么可以说干扰一下 你怕了 怎么可以让你回去呢 你拍了什么 你看了什么 我要把你截获 如果今天你这么客气 你今天到二代 你见到金门 你见到马祖 任何个地方 你拿你的手机 朝着据点拍拍看 你一拍手机 你说你过来 手机我要把你 FORMATE掉 我要没收 把你们都拿出来 一定的 这是要塞管理法里面 非常非常明确的 对 所以干扰他 让他飞回去 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完全错误 完全错误 所以我讲 这就是有某一些职业军人的迷失 他说我们职业军人 就是预防战争 避免战争 所以我们不轻易起战 这不叫起战 被欺门踏户了 这是已经是他来侵略你了 对 他违反了人的领空控制权 对 你有这个 所谓的无人机干扰枪 就让他降落 降落后把他的晶片拿出来 到底看到什么 把他扣下来 扣下来 一定要扣下来 你扣一次扣两次 玩家就不敢来了 而且扣下来之后 对不对 透过这个状况 我就直接告诉 全世界的朋友 中国正在收集我们的资料 那就是证据 就是证据啊 我在这里啊 对 那中国的国台办一定会讲 中国的解放军 跟我无关 那是名人的 他们一定会否认 对 我就是要你否认 我要让这些老百姓知道 解放军根本是胆小如鼠 说头乌龟 他根本不敢挺你 对 所以当你的胆子小 敌人的胆子就大 当你的作为 稍微的这个强硬一点 敌人就会破胆 所以我才说 其实这是什么 这是当时 其实邱国登讲说 打下来我负责 可是呢 这些在前线的守军 这些指挥官还是怕 万一我把他扣下来 引起战争怎么办 不会啦 哎呦 对 军人就是为战争而生的 我直接讲 怕东怕西 那还要做什么 军人胆怯 国人就没有安全 军人就是为战争而生的 我们敢战才能避战 所以我才说 我也希望说 未来新的这个 所谓的团队 国安团队 对于这种无人机 手法要更加的强硬 因为你面对的是土匪 而不是讲理的人 的确 原汁你怎么解读 这次传出的新内阁了 当然你们的栏尾 有一些人各有意见 只是说差距很大了 让人觉得是 好像是 是不懂 然后为了骂而骂吗 那你怎么看这次所传出的 内阁人士呢 上礼拜天本来传出 两个行政院长人选 一个左龙太 一个林家隆 那那时候我的判断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 赖清泽希望说 未来内阁还是继续 比较战狼一点的话 那可能林家隆 机会高一点 因为很多文宣的发动 都是林家隆系统发动的 但如果说是挑左龙太的话 我代表说赖清泽 其实实际上希望 那个国会跟行政院 可以更和谐一点 我那时候判断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左龙太让人家的感觉 我们刚刚是不认识了 但是之前的感觉是说 他是蛮会协调事情的 就之前在当民进党主席的时候 包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他是议员 在当立委 然后再做两届的行政院秘书长 我觉得一个政务官 他有民意代表 特别是像做过议员 他这个是比较容易 比较接地气 他不要知道你们这个 民态的这个需求 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官僚 就是说我们当有事情 要跟他沟通 他可以站在民众的角度 去思考说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所以左龙太之前 我就觉得如果是他的话 我相信我会蛮高的期许 就是之后大家 不管在沟通方面 或者是至少是一个 良善的互动 然后是比较接地气 你这个观点 有点接近这个谢龙介是不是 谢龙介说这个不是战斗内阁 对我感觉是这样 那就是英雄所见的乐童 因为我也不知道 谢龙介怎么说啦 那另外几位 我觉得那个就是 意料中的事情 像顾立雄 很早的时候我就公开讲过 我猜国防部长是顾立雄 不是说我会算命 而是说 因为之前就有听说 顾立雄虽然是文人部长 但是他之前在 国安会秘书长的时候 常常去跟国防部沟通 那也解决了很多 比如说蔡文元总统 跟国防部沟通上面的困难 所以他代表说 他对于军中的 也是一定的了解 而且问题可以一定的掌握 那之前很多人讲说 可是他是文人部长 其实我觉得赖清德他用人 他没有在管什么 要君子文子 他没有在care 就像我们的国防立委 我们的国防立委 就是陈永康 那民进党又有国防立委 是沈柏阳 他也不是军人出身的 他就是搞认知作战 所以赖清德用人 不一定要军人出身 才能懂国防 对不对 他的用人是没有说 那么僵固 那新的隔回上任 我们都是给予祝福 希望说大家一起 好好的为人民做事 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可以少一点 对 因为520即将来 赖总统也即将要上任 杰明哥怎么解读 这次的内阁 因为其实面向非常多 包括说卓榮泰 他可能偏重在内政 另外顾立雄 在这个主义国安的 这个层次部分 要如何来解读 再来公民心 是属于在财经部分的 这个布局 今天台股大涨 大涨 涨了378.5点 又在窗子里新高了 现在已经到 20796点 那我们还记得 马英九政权 交给蔡英文的时候 台股那时候很惨 只有7600点 从他接手的9800跌下来 所以有一位立法委员 他说当时找林权 做财经内阁 那这个内阁叫什么名字 对不起 当时为了找林权 来做财经内阁 是因为整个马英九 那八年 台湾的经济是团乱 总是要先把这个头 给离清楚 那现在状况是很稳定的 因为基本上来说 其实我比较在乎的 其实像这次的行政院秘书长 是由公民心来处理 可是是蛮爆冷门的 因为一般以为 他是会接经济部长 因为我们坦白讲 其实这一波台湾的市场 整个走高 大家都以为是台积电 没有错 台积电是扮演的观众角色 可是事实上 是各产业都有表现得很好 他们说这个事 叫做了无心意 我这样说句话 就是了无心意 在股市大厂 是这样子吗 那你能找出比较更好的一个阻隔吗 但是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玄机 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当然也知道 卓东泰比较调和顶难 我坦白讲 我对他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 当时不是蔡英文跟赖清德 在争取总统候选吗 那时候当主席真的很难干 因为谁都不能得罪 很难啊 那有些媒体 他可能是比较偏向A 那有些媒体比较偏向B 对不对 你要怎么让AB都开心 因为A的会骂他 B的也会骂他 那一段时间哪有印象吗 他是最常上电视的 这个民进党主席 基本上你有要求 他就给你在电视台 然后你怎么攻击他 他就是你知道 就是刚才讲的 怎么打他 就打到一个棉花球嘛 而且他永远孝宁人 那我后来其实在很多竞选场合 他最后也是功成身退 真的 那时候多难为的民进党 后来也让蔡英文 这个以现在的 就是中华民国历史以来 最高票当选嘛 那我应该说 这一次的内阁 叫手联手心联心 为什么手联手 因为这些人 其实跟赖清德的关系 都很密切 那么也不会说赖清德想的 跟这些行政院想的不一样 行政院想的跟赖清德不一样 会造成所谓的纷争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很清楚方向 在什么地方 共同去努力 当然你知道 面对 当然我今天很高兴 原知是很客气的 可是我相信 许晓星就不会那么客气 他一定讲不好 他们到时候 那种攻击力道 一定很凶猛嘛 那这个情况下 你怎么来用这种化解方式 来跟他来做解释 其实朱一伦 他讲的是很难听 但心中其实很被俘 他说 他是一个 真的很会沟通的幕僚 对 但是问题是 你要听哪一个嘛 你要听幕僚 还是听前面这段话嘛 最后沟通啊 现在你接下立法委员的问题 就是沟通问题啊 所以朱立伦是 表面上是扁啊 但实际上是包啊 因为你以后怎么讲 他就最会沟通啊 不是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在我们之前 大概就预估是这个方向进行 只是副院长会是谁做 那当时就在想说 那这个郑立军要发展 因为我们知道 这波选举当中 其实赖清德非常依赖 这个郑立军 很多选举有关年轻人的主轴 其实都是由郑立军 一手播化的 那而且在美食院会里面 郑立军都会坐在前面 就他们党的会议当中 郑立军都会坐在前面 对于赖清德政策 予以一个所谓的注解 所以我们这么说一句话 其实这个团队 基本上跟赖清德的密切度 我不能说是 这个历史上没有 但是看起来 是一个高度的一个成长 这变得密心 其实一般 大家一开始的时候 国防部长是锁定吴钊鞋 那为什么锁定吴钊鞋 因为答案解释嘛 因为他跟美国啊 跟英国啊 跟日本啊 都很熟悉嘛 那现在国防部部长 他其实不单纯只是要 我们的建军 等我在谈这件事情 不单是国内的 国军的整合 其实很大的部分是 跟菲律宾要整合啊 跟日本要整合啊 跟美国要整合 跟Australia要整合啊 AUKUS要建立起来 因为台湾的国际地位 真的越来越国际化了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军建筋的方式 其实是要符合太平洋战略 就是印太战略里面的主要的一个一环 你必须有一个善于对跟国际组织沟通的人 但是呢 等到孤立雄出来的时候才知道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徐晓鑫说 那个台湾会有很多的 那个分乱嘛 他是站在中国角度来批名现在的这个国防部长嘛 为什么三件事啊 每件事都直指的这国民党最缺的啊 第一个军队国家化 我们谈到现在军队国家化 我想将军在这边嘛 军队到底有没有国家化 大家心里明白吗 还是很多想法嘛 第二件事国家不分歧嘛 台湾就是主轴嘛 我们叫中华民国嘛 叫台湾嘛 他不是中华民国 这个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地区嘛 最近这个有一个立法院长就说 台湾地区啊 我提了三条线 第三个最重要事情 我觉得也是他所要刻意做的事情 所以他是以台湾中心的共同认同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要拧着国军 对于捍卫台湾的主体意识 所以那个那个那个讲不出名字 那个立法委员说 啊这是怎么台独的这个这个这个内阁 哎 以台湾为中心 这是全世界的要求好不好 这是中国人 中华人民国最害怕的是 台湾的国军真的对这个国家来效忠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综合而言来说 其实这一次的整个内阁的组合 我想赖清德是花了很多时间 那你要什么吹毛歧视说 啊大家不答应 只有剩下这个卓农才答应 哎对不起哦 那些不答应的除了曾建仁已经表态 他是不要进去担任行政院长了 他回到学界之外 请问他所列举的名单 除了这个伪状老板以外 哎哪一个不是身兼要职 而且他在那个位置上 可能他的发生的光跟热 会比行政院长更高 哎 这不是很好吗 什么叫做这个卓农太是最后的选择 我们这样讲 你要在里面去找 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你一定可以努力的挑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未来立法院才是精彩对决 我相信赖清德也很清楚 蔡英文要做什么事情 因为股市是最最指标的一个议题 你股市在全球就是 最厉害前三个股市 为什么台湾要是 成为全球最厉害的股市 就台湾整体经济发展是均衡的 那在这个架构之下 这个组合我认为 它是一个具有非常竞争力 前瞻的一个组合 正当大家在关心关注 那这个为花莲灾民祈福 希望他们能够顺利的 赶快再重启重建 那我们看到 人在中国访问的马英九 最近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锐哥他今天唱个长城谣 又哭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一切都为了在铺牌 马锡二会在做准备吗 事实上呢 马英九今天又哭了 第四度哽咽 第四度哽咽 然后在第四度哽咽 是为了他到巴达岭的长城 去了以后呢 那么带着这些参访的学生 唱了一个这个所谓的长城谣 万里长城万里长城的 那个长城谣就对了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 心有所感 所以这样又哭了 那么事实上呢 我个人觉得蛮难过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马英九的四肢哽咽 他的四肢哽咽呢 都是为了中国人哽咽 他没有为台湾人哽咽 当了八年的中华民国台湾总统 前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那么结果呢花莲 花莲还是国民党跟蓝军 长期执政的地方 那么十几个人死亡 现在还有好几个人下落不明 失踪 然后呢一千多个人受伤 建筑物包括天王星这些 倒的倒 塌的塌 然后一塌糊涂啊 包括马英九之前的爱将 他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那时候的这个爱将呢 前卫生局长叶金川 好像在花莲的这个房子都有问题啊 都成了灾民等等啊 当台湾在水深火热 我们还在讨论啊 有关你看那个前花莲县长 现在这个立法委员 傅昆奇都在买运说 钱为什么不捐给我们的账户 这样的等等的时候呢 结果请问你人在哪里 请问你有为 花莲县的老百姓 为台湾的人民 留下一滴同情的眼泪吗 啊 流眼泪啊 那个太廉价 哽咽就好 红了眼眶哽咽就好 没有啊 你到那个地方去 又又是这里 又是什么炎黄子孙 又是长城 又是有的 我说一大堆 然后呢 四度哽咽 我都不知道你的乡愁 跟你的乡情是怎么来的啊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 养活了你几十年的台湾 吃台湾米 喝台湾水 又做台湾的总统 我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对台湾人 一点感情都没有 所以我在这边要求 今天我们在讨论那个 所谓的520的新内阁嘛 我在这边要求 台湾的有关于总统 跟副总统的礼遇 那个条例呢 已经修改了 所以现在网路上 有一大堆人说什么 要把马英九的这个礼遇 给弄掉啊 没有必要 为什么 因为他当多久的总统 他的礼遇就到什么时候 他的礼遇 他当八年的总统 礼遇到今年的5月20号 就没有了 但是有些人非常可恶 根据法律的规定 520以后 马英九就没有了 对不对 当有些人变平民了以后呢 还用安全委员继续申请随护 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人 在没有真正的安全 生命财产相关的 以危险疑虑的情况之下呢 还国家出工厂 带枪的免费保镖 给他们用 从今年5月20号的以后 这些人不管你是立委 不管你是院长 不管你是部长 不管你是正副总统 卸任者都不可以 除非有生命的危险 否则都不可以 国家怎么规定 我们按照国家的SOP来 至于马英九 你现在终于可以体会了吧 为什么那一位 方本的外国杂志说的 为什么那一位被人家 说是水母 说是鹿龙长在耳朵里 然后呢 那一位 那么 你不是监